大家好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,就是在课堂上一些同修的感应,然后我们之间的一些趋势,有趣的事情。 记得去年,2019年,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,那是刚刚从大陆回来,去旅游回来,办事回来,然后上课不久呢, 就是在课堂上有一个女鬼,她带了她的孩子进来,进来课堂,当然其实很多人会担心,他们会不会打扰课堂上的人? 其实他们是不会打扰的,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呢?如果打扰的话,我的课堂上的很多学生,他们都被这种鬼怪的东西干扰了, 当然也不是鬼而已,课堂上呢,其实我也会看到很多神明,因为你毕竟在整个课堂里是在用经文唱诵了心经,大悲咒, 然后你会发现到经文都已经攻击了很多神,所以课堂上也有人看到,哎,老师,我看到菩萨,我看到佛陀,这个我也看过, 所以真的,他们所有呢,那一同修进来呢,就是为了什么,验证呢? 课堂上,他们经历的东西,和我经历的东西,就要让我,就是说让我们之间呢,互相的成长, 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担心,会害怕,但是不管了,因为修行上,如果你很多担忧,很多恐惧呢,你很难成长的, 这个,嗯,其中一件趣事呢,就是说,嗯,一位同修,当时就是,啊,这个,这一个,啊, 母女进来,当时他们站在我面前,啊,有事相求,这个样子,嗯,当然,这个也是让我成长的故事来的,哦,嗯, 然后,啊,因为我当时在送金,我就不能停下来,我是这个样子的,早期的我,我就,啊,很执着意,就,我在送金啊,你不要打扰我啊, 就是说,啊,就是要打,啊,要,有事,要跟我讲了,就是等我送完金过后, 但是,啊,这对,啊,啊,这个母亲呢,可能她就急了,她就当时呢,就,嗯, 嗯,她就,啊,怎样讲呢,她就,啊,哭气,这个样子,但是我没有理她,我在没送金, 但是我们送完金过后呢,啊,下课后呢,就有一位同修,就是她在,啊, 八月参加,去年,2019年,八月份,曾经参加我课程的,啊,一位很可爱的,啊, 女同修,啊,样子长得蛮清秀,好美的,啊, 啊,她那个女同修呢,她当时就跟我讲,老师,你知道吗, 刚才在上,上经文的时候,我听到,啊,有哭声,有小孩子的哭声, 有,啊,有,啊,有大人的声音,这个样子,我说是,我看到,我看到,啊,一对母女, 但是我在送金,我就没有管她,这个样子,然后,啊, 过后呢,我就跟那一,啊, 众生讲,你进来我课堂,不要打扰我的,啊, 打扰我的,啊, 学生, 也不要打扰,啊,我的,啊, 就是说我的家人, 这个,这个,这个,可能这个,啊, 啊,鬼魂,她有事相求,她就, 她就,她当时就,啊, 甚至来到我的家,啊, 因为通过那个zoomling过后, 她来到我的家,啊, 因为为什么我知道她来到我家, 因为我闻到那个臭味, 石臭味, 因为石臭味和垃圾味是不一样的,啊, 可能,啊,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, 所以我,我分辨得出, 所以,啊,过后我就,啊, 在课堂上,啊, 在跟她,很,很,很地跟她讲, 你有事相求, 我会帮你, 但是你不要打扰, 甚至我拿起了,啊, 我其中一个,啊, 上,啊, 去神庙的时候, 就是说去,啊, 啊,去那个舞台山的时候, 啊,当时,就是,啊, 啊,收到的一个法器, 啊,但是我跟大家讲, 我所收到的法器都是, 当时我归拜下来, 那一神明, 他们之间跟我的对话, 所给我的法器, 其中一个是神变, 然后当时就是, 这个文殊菩萨给的, 我就跟他们讲, 就是说,啊, 如果你打扰的,啊,啊, 我会用这个神变变, 啊,你们,啊, 当然我是来恐吓他们而已的, 最主要就是, 我要大家, 进来课堂, 大家,你在, 你在你的空间, 因为我有开一个空间, 给他们在那边,啊, 送金, 你就不要打扰我们, 你就乖乖在那个能量厂, 送金就好了, 这个样子, 然后,啊, 所以, 这件事情呢, 就是为了让我知道, 我所看到的东西是真的, 啊, 其实, 互补的, 修行是互补, 就是说, 他也在成长, 我也在成长, 就是说, 每一次所经历的东西, 就是让我知道, 哎, 我所看到的东西是真的, 因为有人也听到, 他没有看到, 但是也听到, 这个样子, 然后,啊, 另外一个,啊, 同修,啊, 就是说,啊, 他, 他是大陆人, 但是现在在泰国, 记住, 这个样子,啊, 他, 他, 拜一份也曾经参加我的课程, 就是说, 2019年, 然后, 当时我在呼吁很多人进来超度, 很多人一听到超度, 哇哦, 超度两个字, 好像, 这个单子好重, 很多人都不敢进来, 啊, 只有仅仅几个人进来, 这个同修, 你同修呢, 其实, 啊, 他也, 啊, 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, 就是, 他说, 老师啊, 你知道吗, 你的能量厂好强啊, 为什么呢, 他说, 啊, 就说, 自从上, 上了课过后, 他开始看到很多东西, 他说, 我们在唱诵心经和大悲咒的时候, 他看到他所试过的鱼啊, 虾啊, 啊, 甚至他以前曾经, 小时候曾经做过, 捕过鸟来吃, 啊, 在大陆的时候, 然后, 然后, 他看到这些, 啊, 这些众生呢, 一直, 离开他的身体, 不断地飘出去, 不断地飘出去, 所以, 他, 啊, 他开始觉得, 哇, 这个, 在课堂里面, 一起唱诵经文呢, 那个力量非常大, 然后, 啊, 然后呢, 也帮他, 度了很多他身上的那些, 烟青在住啊, 他看到, 很明显地离开他身体, 这个样子, 当然我们不止一试啊, 就是说, 这个, 这些, 以啊, 下离开身体呢, 真的是, 啊, 啊, 一段时间, 真的, 所以, 啊, 他也, 让我明白了, 哇, 经文的力量好大哦, 真的是, 啊, 验证了, 经文的力量, 他也是, 啊, 来度我的, 啊, 啊, 同修, 这个样子, 所以, 我进来课堂的同修呢, 一起讲, 啊, 他们来向我学习, 其实我, 啊, 就是说, 好像仿佛我在读他们, 其实, 他们也是一样来读我, 让我, 啊, 明白更多的, 啊, 一些道理, 然后呢, 啊, 也有一位同修, 啊, 啊, 他住在美国, 他很久没有联络我了, 他很喜欢上我的课, 过后他, 因为, 毕竟我离开了, 啊, 另外一个宗教嘛, 然后我自己在设立课堂, 我也, 没有在教任何个课, 然后他也, 啊, 不知道我离开, 因为我很少通知任何人, 我根本, 没有通知, 是反而, 有一些, 时常跟我联系的, 直到我离开, 然后他们就找上我, 然后, 嗯, 这位同修呢, 他, 今年他就联系我, 他就, 啊, 跟我讲, 老师, 我很想念你, 然后, 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呢, 啊, 在美国呢, 他, 有一阵子呢, 他真的是, 啊, 买不到, 啊, 牛奶, 然后, 啊, 他当时, 啊, 进来, 课堂, 跟我分享, 我说, 哎, 为什么你, 啊, 买不到牛奶, 他说, 其实是这个样子, 因为, 他是蛮有菩萨心肠的一个, 啊, 啊, 你同学, 因为当时呢, 他就觉得, 啊, 怎么呢, 就是, 啊, 他觉得他年轻, 就是, 家人都年轻嘛, 不要去跟, 啊, 一些比较长辈的人去抢, 所以就是, 当时, 有人去买的时候, 他就讲, 哎, 就让先, 让那些人去买先, 啊, 他觉得, 过后再补货, 结果, 他买不到牛奶, 啊, 啊, 就是, 啊, 几天买不到牛奶, 过后呢, 进来课堂, 他就, 啊, 我就跟他讲, 哎, 你在课堂上就跟菩萨说吧, 你是说, 你, 你已经很久没有, 啊, 牛奶了, 啊, 需要牛奶, 然后过后呢, 他就真的用我的方法, 哎, 真的哦, 真的嫌, 啊, 嫌, 嫌到, 嫌化他要的东西, 就是, 过后呢, 他就, 啊, 他就真的买到牛奶了, 然后过后, 他很高兴, 他就跟我说, 老师, 你知道吗, 我买到牛奶了, 然后过后, 啊, 我就说, 啊, 很好啊, 很棒啊, 然后过后呢, 他又, 啊, 他又, 啊, 几天过后, 他又跟我讲, 老师, 我的女儿她们, 啊, 因为在成长中, 必须要吃鸡蛋了, 但是我们也是很久没有, 没有鸡蛋了, 这个样子, 到底, 啊, 鸡蛋是否, 啊, 属于杀身, 我, 我说, 如果根据我的, 啊, 之前的印度师傅说, 鸡蛋是不能吃, 但是, 啊, 据我所知, 佛教呢, 就是, 啊, 有一些, 啊, 我也不会分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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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传北传, 啊, 真的是, 啊, 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佛教徒, 啊, 我还在学习中, 就是, 啊, 我记得, 就是, 啊, 我的朋友之中呢, 就是有一些, 啊, 信佛教的, 他们说, 他们可以吃鸡蛋, 啊, 有一些呢, 他们不是吃鸡蛋的, 我就跟他讲, 啊, 啊, 你就, 啊, 我记得是这个样子, 就是说, 啊, 所以我也没有所谓的对合作, 因为我的师傅所不能吃鸡蛋, 但是, 啊, 佛教又有一些, 啊, 说可以吃蛋, 有一些又说不能吃蛋, 所以我, 当时我就跟他讲, 啊, 你就, 啊, 跟菩萨说吧, 然后, 啊, 你, 你当然也, 也要显化这个东西, 你, 打电话的时候, 也跟朋友聊一下, 说你没有鸡蛋啊, 什么这个样子, 然后过后, 很神奇的, 真的, 他也显化了, 为什么呢, 他去超级市场的时候呢, 啊, 啊, 当时他看到, 哎, 就是说, 鸡蛋呢, 有鸡蛋的, 他们要买鸡蛋的时候呢, 那个, 啊, 鸡蛋, 但是必须要买很多很多, 但是他家人就吃不了这样多, 然后, 啊, 怎样呢, 就是, 啊, 没有办法, 他们就放下了, 不要买鸡蛋, 然后过后呢, 有一个老外, 他很好, 他当时呢, 就买了鸡蛋, 他也知道还要买, 然后过后呢, 他就把, 他一部分的鸡蛋, 因为他买很, 很, 很大的Valium嘛, 很大量嘛, 他就, 啊, 啊, 把其中的一部分的鸡蛋呢, 就是, 啊, 卖给他, 这个样子哦, 所以他也显化了那个鸡蛋, 当然, 其实之前呢, 他打电话跟朋友聊天的时候, 朋友也说, 哎, 我有鸡蛋啊, 啊, 啊, 你要不要啊, 这个样子, 所以, 啊, 后来我发现到呢, 课堂上呢, 其实除了在度众生, 啊, 在度我们的, 就知道不知道的众生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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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说你, 可能你的烟情在度, 甚至可以显化, 这个样子, 然后, 啊, 过后呢, 更有趣的事情就是说, 啊, 曾经我在, 啊, 送经文的时候, 在三月份, 今年的三月份, 啊, 三月十号左右, 我都忘了, 啊, 就是有一个, 有一个, 啊, 磨进来, 为什么我讲他磨呢,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, 我们是, 当时我是看不到他, 是我听到声音, 他的声音是, 就很像我们, 每次看那电影啊, 他的声音是沉的, 那, 嗯, 嗯, 就是这样子, 蛮沉的声音, 然后当时他, 告诉我, 他说, 哎, 我们下来是办事的, 我们也不像你们所说的, 是气害人, 为什么呢, 他说他们从另外一个空间, 不断听到地球上的众生的, 不断的哭泣, 所以呢, 他们, 啊, 他们必须, 就是, 讲讲呢, 就是要, 啊, 帮助这些众生, 这个样子, 所以他们就下来了, 啊, 当然我这个人呢, 啊, 我是, 觉得每一个人存在都有他的原因, 无论宗教, 啊, 也好, 啊, 然后就是, 还有就是, 每一个, 啊, 众生存在, 没有说, 你应该必须存在, 他不应该存在, 没有这个, 没有这个道理, 然后, 他当时就跟我说, 啊, 然后, 啊, 我也明白了, 哦, 是啊, 对, 有时, 就是说, 对我们人来说, 你信奉佛, 佛就是你的救世主, 对不对, 然后, 对, 啊, 印度教, 就是四婆神, 是他们的神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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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说, 就是耶稣是他们的神, 然后, 啊, 回教来说, 就是阿拉, 那个摩摩的是他们的神, 就是主, 就是主这个样子, 然后, 对比较, 啊, 不同的空间的, 那一, 啊, 维度的, 那一众生呢, 可以救到他们的, 除了有一些是佛, 啊, 可能其他的, 那一, 就是, 这些魔, 来帮助他们的, 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说, 是他们的救世主, 这个样子, 但是, 啊, 我们都要互相的, 啊, 尊敬, 因为, 因为存在都有他的原因, 啊, 他当时告诉我, 啊, 他们是来办事的, 这个样子, 嗯, 过后呢, 我就,啊, 就,啊, 是去联络这个样子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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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课堂上呢, 除了这种有趣的事情呢, 啊, 也有, 啊, 比方讲, 就是说, 我曾经, 啊, 除了课堂上, 在外面, 就是, 我们去神庙, 啊, 当时我们去五台山, 拜那个, 啊, 文献菩萨的时候, 其实, 在五台山, 我们拜很多的神明, 啊, 但是, 啊, 很多的神明, 给了我蛮多的法器, 到底是真是假呢, 甚至, 连那个, 一皇大帝, 也给了我一些, 啊, 那个腐败, 哦, 福报的贷, 福报贷, 他说, 当时他给我这个福报贷, 我的同学就会叫我问他, 你这个福报贷, 里面是一个福报, 还是两个福报罢了, 然后, 当时我又在归下问他, 他说, 啊, 他给我这个福报贷呢, 啊, 用不尽的福报, 啊, 然后过后, 我问这个, 啊, 这个同学跟我讲解, 为什么他会给你用不尽的福报, 是因为你现在在做的事情, 在度的众生, 你, 其实, 看起来你是在消耗你的福报, 去帮这个众生, 这个, 这个是当时那同修家告诉我的, 但是我觉得, 每一个人来告诉我的原因, 都是一定有原因的, 然后过后他说, 然后一万大地, 他就当时给这个福报贷, 就是为了, 一直补回你的那个福报, 给你继续, 有力量去度终身, 这个样子, 然后, 啊, 可能当时我内在, 也有一些怀疑, 到底这种, 啊, 神明他们给我的东西, 啊, 是真是假, 因为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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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会很开心, 开心过后, 你, 啊, 你冷静下来过后呢, 你, 也会开始, 是想, 啊, 是真是, 是假的, 然后过后呢, 在, 文贤菩萨那边, 他就为了要让我知道, 我所看到的东西是真的, 当时这位同修呢, 他就, 跪下来, 男的同修, 他就跪下来, 他就, 因为他第三眼看不到嘛, 他也不懂, 他也不懂得像我这样收信息, 然后其他, 其他跟我一起去的, 啊, 他们也其实也, 也收不到, 也就是说, 也听不到, 但是我就听到他们的信息, 这个样子也看到, 然后当时我就看到, 到呢, 就是, 啊, 啊, 菩萨菩萨, 他跪在那边的时候呢, 我看到一个, 塔, 然后那个塔呢, 当时, 啊, 我的同修就叫我, 你去问啊, 问菩萨菩萨这个塔是什么用的, 然后他就当时就讲, 四例子, 然后在问的时候呢, 就说, 哦, 原来, 那个, 啊, 塔里面有我们曾经修行的, 四例子在里面, 这个样子, 然后在哪里, 啊, 当然也知道, 得到信息啊, 然后过后, 这个是真是假呢, 哎, 也很神奇哦, 我们两个在谈的时候, 过后, 另外一个女同修, 我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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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时我们在聊, 他也不知道, 因为很多人在排队, 他也就排队, 啊, 啊, 就是要膜拜嘛, 但是我们已经, 就是已经, 离开在一旁, 在那边聊, 这女同修呢, 这女同修呢, 过后他, 跑来告诉那个男同修, 他说, 当时他收到信息, 那个, 呃, 看到色例子, 那个色例子呢, 是说, 呃, 普贤, 菩萨告诉他, 那色例子是要给这位, 呃, 男同修的, 哎, 跟我收到的信息一样, 就是说, 其实就是说, 他说要给他, 其实不是给, 就是说, 那个色例子是, 呃, 原本就是大家在修行的时候, 有的, 呃, 就是在, 呃, 某个寺庙那边, 呃, 呃, 这些, 呃, 去世呢, 有趣的事情呢, 其实, 呃, 看起来, 好像是, 呃, 他们就是, 来到我身边的人, 他们就是在读我, 要我, 越来越相信, 我所看到的东西, 可能你, 呃, 可能,呃, 你, 我一个人看到呢, 别人看不到, 会怀疑, 但是, 呃, 神明就是, 众神为了要给我, 更加有信心的, 呃, 呃, 去走这个修行的路, 就是除了我看到, 他, 我身边的人, 也会看到, 也会感应到, 也可以显化, 这个样子, 所以, 呃, 呃, 蛮感恩, 修行路上的这些同修, 呃, 这班同修, 当然还有, 只是, 因为时间有限, 我就是, 呃, 分享一部分的同修, 呃, 谢谢大家的收看, 谢谢大家的收看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